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好戀愛學堂 唐主任 道遠霞 逢星期四 和你談情雪愛 歡迎大家收聽好好戀愛 好了 如果我們真的要重新上路的話 沒有拖拍的日子 我們做什麼好呢 當你面對這個現實 當你接納到這個事實 而願意踏出一步去繼續認識你自己 以至預備自己進入另外一段關係的時候 我想我們很重要就是回到聖經的基礎 因為真愛從神那裡來 究竟神怎樣看男女關係 究竟神對婚姻的計劃是怎樣的呢 如果我們不回到原本聖經的真理 我們不回到創造男人和創造女人的上帝那裡 其實我們對男女關係的認知都會有偏差 另外一樣很重要的東西就是 我們要認識聖經 以至到我們對待男女關係 是有一個合宜的價值態度 究竟男女之間有什麼是有些共通點 人同似心 心同似利 也有一些東西我們是男女有別的 我們需要分清楚我們的界線 如果我們很模糊地不清不楚的關係的話 其實遇到危險的時候 我們都不會說不 過去的經驗 神會參與 安慰在你那個痛苦的裡面 當神醫治了你的時候 你就有力再起了 當然啦 當你傷心失望失意 你攤在床上的時候 你可能什麼都不想到 可能那時候就是你安安靜靜 接受安慰和醫治的時候 醫治的過程不一定很舒服的 有些人小傷 那你就塗些藥膏啊 連發膠布就OK啦 但如果是一些很大的傷 九年拍了九年拖才被人飛 或者九年拖的時候 才發現原來你 外面有另外一個女孩子的 那我想那種的傷害 就不是五時三行 可能碰一碰 你也還會滴血的 有時候我們就需要專業的 輔導去求助去幫助 我們也都很需要 知道神的慈愛 永不離開你 神願意賜你平安 無論你覺得自己 躺在床上多麼無用 多麼不堪 多麼無人要 上帝就是在那個位置裡面 不離不棄地與你同在 當你經驗到這些醫治的時候 當你經驗到上帝扶持軟弱 上帝明白你 他都被人離棄過 他都被人出賣過 他都被人誤解過 當你很真切地知道上帝 特別主義是騷 他道成肉身的時候 他很明白你這些人性的經驗的時候 你就能夠將自己交過給他 因為每一件事他不明白你 每一件事他不知你的時候 你就可以安然在他面前做你自己 當然如果在那個過往的關係裡面 你做了一些事情去得罪了上帝 我們就要很清楚地去列出我們 做得不好的事情出來 我記得有個牧師就說 上帝啊 你赦免我們隱而未現的罪 牧師就說 其實什麼叫隱而未現呢 就是你不敢認而已 所以在我的備教道裡面 認罪是要認得清清楚楚 甚至列出幾時幾月幾日做了些什麼 有時候我在輔導室裡面 我會問得很仔細 然後就跟受助者一起 我問這些罪 你是不是願意認 當你認的時候 我就拿著本聖經 讀一些經文 宣告上帝的射臉 那時候眼淚就會在他的眼裡流下來 我想內疚 罪惡感也會隨著眼淚 而在他的身體裡釋放出來 當人可以經驗射罪的平安的時候 我們就能轉失為德 對將來仍然有盼望 因為我們不再活在最終的時候 那種釋放和自由 就是上帝給我們預備 另一段關係 預備前路的時候最好的禮物 多謝你收聽網博時代 Times on Air 4 4 10 13 4 4 4